无欲必有记忆 你以后多少的福报 你当时把它给享受掉 那剩下一点点 年纪又越来越大 比抗记又越来越衰弱 你怎么去抗击你的病毒 你没有福报 你没有能去抗击你的病毒 那最后呢 你抵挡不住的病毒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佛弟子 年纪越来越大 堂堂心灵 你这要教学吗 这代表 代表你修学当中 你不能转叶 不能转你的心 你不能转这个境界 当年黄念祖道经济 有人质疑 黄念祖没有在 生命 所以当年起了很大的疑后 来问我们 师父上 他说 黄念祖 写出一本 写出一本 无恙错经故纪 这是黄念祖写的 这样的一位大狗 连民火初见 极乐寺的修无师都比不上 极乐寺的修无师 这广生啊 他很自在 就是一个修家人 因为没读书 什么都不会 只会念 阿弥陀佛 他是在广乎前 那为什么黄念祖 父母这个人呢 有人质疑 为祖父上 在这里我们先读位报告 如果要讲专修功的 关修念祖的功 就是枭乐寺的功 黄念祖比不上修无师 因为修无师只有一句话语道 他可以把乐寺上乱走 所以他也都没有什么 那么黄念祖就是说呢 一生 讲经 红法的功德 修无师只不能在那里 你看看今天 今天我们书上面在讲点黄念祖 他的读解 他们多少 任何一个经到大清典历 都在增加黄念祖的 黄念祖的理论 这个修无师做不到 所以这两种能够偏在一边 那或许主要问 黄念祖祖其实有没有往生 决定往生 就是我们父母之后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黄念祖广春之前的两个月 今天念火 放下万年 一天念十个万神 他为什么知道念十个万神 已经知道他要走 如果他不知道自己要走 可能还要知道跑把照 他已经死了 因为为了帮助一切众生 信说我们这个法人 所以担忽个人专修的功能 这叫什么 菩萨心肠 舍己未 所以菩萨有种心态 牺牲自己 我们成就别人 但是菩萨在怎么牺牲自己 他有个底线 我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 帮助你们 但是我绝对不会牺牲 我求往生 菩萨才不会那么笨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求 我们今天是什么 也不去帮助别人 也不去求往生 还用希望阿弥陀佛现在保佑 将来接你 你哪有这种 这种事情 你哪有这种 因此 无论是专修经验 或者是休闲大臣 回降广生的 我们明白 通通 都说 都说专修经验 发生 记录对此 通通 专修经验 好 那么谈到专修经验 要记得什么样 殊生的机缘呢 什么条件呢 详细内容 我们继续 再看经文 若有众生 明信佛志 难至圣志 断除以后 信己善根 咒诸功的 至心合相 结以 新宝花中 自然化身 家居合作 西语之行 生相 光明 智慧 功等 如 诸菩萨 祭祖成就 这一十段 现在我们就明白 如何得到真实跟义 广生 建筑 马上建国文文 就是这里 前面的经文指的是带着以前广生 虽然信 不是信的 就是百分之百成真 而这里的信呢 是信到百分之百的成真 就是通常我们讲的九语广生一样 那比这有的差语 有 每个人念过功夫不一样 但是信都是成真 没有人 那么功夫差语它在哪里 功夫生的念到一些苦端 功夫显的念到成念 所以当年国义大师在要解里面讲的很清楚 能不能广生啊 决定在信 愿之有 所以有些国义我很喜欢问到底能不能广生吗 问你自己 你真的相信吗 你能没有发现吗 你能没有发现吗 所以我们看看这一段经文 把信 把信谈在第一 所以当年国义大师讲真信 真信不是普通信 值得有办法 要真信 要怯悦 要真大 无量说经理是这样啊 也是要有信有愿啊 那评论的东西啊 那就太多人了 所以书书上能常常提醒我们 广生的评论不是你念我多少 没有道理 某某书书说 有力气 念十万声 品位比较高 那我们没有力气 我们 我们念比较早就比较厉 这个世界不明的 不用听 要的是工夫 工夫就是清静心 一天念十万声 虽心不清静 含后活动之后 什么叫念佛 心不清静的工夫 你念佛不能把他脑袋住 你念念当中还有妄想 分别跟执走 哪个叫工夫的力 如果用佛本的专业 术语那个叫什么 你念佛跟法媒不相信 法媒不是意心不乱 你念佛跟异心 跟清静心不相应 那就只能够 代表别人的心很乱 如果会念 好 你很会念 明念到破无名正法身 那就是念到你心不乱 这个是工夫最生 什么意思 那就是念佛 跟禅宗讲的一样 年龄严谨 如果在教下那 叫大汉严谨 那如果说到什么话 一般人做不到 我们不要说做不到 太果断 不容易做到 那是不容易做到吗 那是不容易做到吗 再讲的更具体 有没有心要做 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做 没有那个做不到 那怎么做呢 我们在前面里面 诸位报告过啊 首先 要把 无死的业障 真正掺死满青 什么时候没有业障 你好好见佛 你就进入这个境界 所以话讲回来 今天念佛不能达到这个境界 就是业障在做事 他几个大概 哪时候能达到啊 好 这么高的比例 是不让我们达不到 那么我们就讲 事理挺好的 这个比较前例 不用多五点 只要一段门了 可是几个人能斗烦恼吗 我们常常讲啊 见识烦恼 你能辅助 已经不错了 如果是断满满 原教 稀稀为不大 正是否判 这个当然要不及 这个工作很自在 可是对我们反顾来讲 真的很坏 到今天我们还没听说 我我我能够把烦恼断掉 感受 清净净 没有 好 那么我们再拉个阵地 最后一个 功夫重变 这个是四一星之前的 这个功夫能不能 能 只要你挡住呢 抓住这种方法 建立好休闲的态度 建立好休闲的态度 每一个人都做得到 环绕不住而已 不用管 怎么不住 一记皆一记 一记 与记皆一记 阿密 孤ổ 是这么简单 因为 你一句间一句嘛 所以你没有空间 没有思想 让你 않은 你的思想要空间 让你就不荍言 当连念我一句接一句 把环瑶扶住 你都受不到 那他只能形容一句话 师兄师前一个天上真的是有过众魔 真是不要当的丢了 那怎么办 你的天上真的要看死 不看死不行 那问题 用什么探索队长 还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还是靠阿弥陀佛 来探索队长 把队长探索之后 难过在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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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功夫 祂 这个时候 祖大德形容了万说万人去 人人都做得到 所以祖大德形容 祖说大德一切出火如来 对我们进入法然的无比赞叹 赞叹什么 就是赞叹功夫 因为他可以带我 那因为众生恩气不应 所以最低往生的标准也有分三叹跟九叹 那赞叹功夫的不但一致十字 而且可以生死自在 生死自在 生死自在 就是想什么时候往生 你就什么时候走 你要坐着站着躺着都可以 那个叫生死自在 你觉得难不不错 结果你我们都住几年也不碍事 功夫成为了往生极乐世界 最低最低的标准的上三叹 可以做到自在 祖大德 你看看 业余我们很大的谢谢 如果要讲到 世一心不乱赚烦恼 到目前还没有人敢洗手说 他的烦恼已经完美赚掉了 没有人 李一心 李一心的那就不要够了 我们不用讲了 那个不是我们经历 法称大事的经历 功夫成变 因为不是断烦恼 事不乱赚烦 所以连扶住自己的烦恼 你都扶不住 是扶不住吗 也不是你根本不想扶住 我们讲老实话 很多人想笑一样 你看他有个笑的想笑 有通常时间他过去念火 我们找人脚间嘻嘻哈哈还笑得很大声 你不用骗了 一天到晚人生很苦 我们不觉得他苦 为什么他说苦是说的笑的嘻嘻的 哈哈 大人不讨苦哦 别是不讨苦你才笑的嘻嘻嘻啊 连扶这个作业 真正想做 不是做得到的 我们这一部经这个讨论 绝对做得到的 你没有那个心 你没有那个心啊 那释迦摩尼我现身 阿弥陀佛我现身站在你面前 你还是不如不如 我们聊到什么话了 那怎么办 我们用释述句话来形容 不见观察不见美 你像这种众生地带很正好 他不受一点挫折 不吃一点苦 他不知道 就不然你长通心了 他不受一点苦哦 还是继续抹药抹命的 所以曾经有佛友说 那还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 可以走往前 或 如果再更容易的方法 所有的情况不能忘了 因为这个西方世界有什么标准在啊 西方世界的标准 最近不环劳 你连这个最近你在往下掉 那西方世界肯定会乱 你去那边做什么 你就不用去啊 你就再说我这些就好 人真这么奇怪 我们这个社会也是一样的 每个社会每个国家 有它的一个体现 受这个体现是什么 法律道的关系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 鲁家自古以来的讲解 他的教导 有他的股仙 你看那边 分五个阶段 五个阶段 五个阶层 最高是什么 道 鲁家所讲的最高讲道 道的下面是德 道的道的 德的下面是人 人的下面是义 义的下面是离 离是底线 你如果不要 你不要大概就无理了 无理不就是乱吗 谁能救这个社会 没有人能救 我们今天不是这个社会吗 今天你大家都不要 所以这个是乱世 习风世界也有个底线 他的底线就是功夫成见 所以我们看看 希望世界还能清静一片 那你现在把这个底线 你把它拿掉 希望还有更低的标准 因为我先起来 才不会那么困难 那那一辆的地方 到底不用去 你就住这里吧 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 有特别为我们提供 把信排在第一个 三支两特别着重这个信 信什么 第一个 相信佛的智慧德顿 究竟 第二个 相信自己 今生今世在太多的曼谷 我们能依照这部经 我们新生关系 佛的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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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 我们佛的保佑 佛的保佑 所以我们现在做什么 一生一教奉行 决定广生 不会做什么 一所 因果的教计 不是医人 菩萨 做善口 如果我们今生今世 你来违背 还是一定要的话 你最终不能往上 只不够跟 学会跟阿弥陀佛的结果理 将来该所做的 你自己要紧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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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 你讲到什么 我们不是今生今世才在写国 也不是今生今世才念阿弥陀佛 我们先做什么 我们写这么久 写到今天才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写我写那么久 迷往说他 违背法 违背佛的教会法 我告诉我们 这个不能说一天被叫婚 那个不能说你讲那么多句 那最后呢 最后里面就是国报 什么国报 我们跑到这地方来 还是一样基于受苦受难的 我们现在自己好好想想 不要再听话 好好送命吃 如果今生今世再不能往生不接受 还是你去讲话 自己没有真正的做到 如果我们真正的做到 希望结果世界早期做到 你在这边做什么 而且我们讲实话里 这个环境 虽然不好还可以贡献 虽然那么不容易 还能做在经经文化 还能过去行使个人的思想 那来生怎么办 古文歌说来生 一世三十年 两世六十年 上一遍 上一遍 三十年的曼谷 绝对不是现在的一样 这个会不会有意思 六十年前的曼谷 绝对不是现在的一样 如果六十年前或三十年前 你祝曼谷 一样还是灭火 你都不能往生今天你走 好 那未来三十年 未来三十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